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台北市最出名的北方菜馆来尝尝几道招牌菜 例如像酸菜白肉锅啦 私房美味干烙葱油饼 吸引了很多很多老涛不计其数 许多历史的名人像少帅张学良 前资政孙月璇 甚至于美国的老布希总统都曾经是做上病 你看他的白菜很新 你看 你们实实在在的 多漂亮 大方的乡记者展示桶子里一颗颗大白菜 学汉香得意的神情全写在脸上 切成丝状的白菜加入高汤肉片 最后加入蟹角鹅啊 热乎乎的三白菜锅上桌 很多客人总会在冬天里点上这么一锅 配上几道北方小点就能吃得很满足 我会常常会想到到这边来 因为我是 其实我前天才下飞机 它是北方的老的味道 像它这里烧饼啊 像它这里有鸡啊 像都很热闹 前面一回来冰一餐就来这里 今天又来 谢谢 谢谢 我骑脚踏车带我老奶奶到你们峨眉街吃 石汉香是这家知名北方菜馆的老板 老客人都管他叫做老爹 包括了前行政院长孙孕雪 美国前总统老顾锡都曾经是他的座上宁 会开启北方菜馆可以追溯到老的家里曾有个当过皇宫浴厨的表书 而父亲的薰陶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从小在我父亲旁边嘛 所以好得到 得到也听到以前一些古说的东西 古说的事情 所以呢自己呢 既然走入这一行了 所以你就要继续去研发 研发老味道还得保留下原始做法 像是这紫童火锅里热腾腾的酸白菜锅 自然发酵的白菜有着淡淡的酸香味 入口清香甘甜 清爽的高汤加上薄可透光的肉片 沾些用骨乳韭菜特调而成的酱汁 入口鲜嫩不腻 点上这一锅才能够品尝饱满的蚝辣和蟹饺呢 汤头很好 然后它那个白肉很薄 切得很薄 就吃起来口感很棒 然后那种酸菜也是很天然的味道 没有那种化学味 它那个酸哦 酸到 酸到恰到好处 就是我觉得有点偏酸 可是我很喜欢 然后也汤头也蛮清淡的 还有这干烙葱油饼 也是老爹的私房美味 干好的手工面皮 抹上厚厚一层酥油 这是以前老北京的做法了 再说怎么样 一般你像以前 肥油会比较贵 所以它要觉得吃到好像有油渣的感觉 接着还得竹竹用上一大碗工的三星葱末 葱香才不足够 最后将面团卷起来 双手一绕 轻拍整形 放到碳炉上 这是以前是老师傅在做的东西 现在人他怎么可以去做 这一定要炭火做的才好吃 倒地的北京葱油饼使用炭火干烙 让猪油破饼而出 正在烤炉前双手旋转 得整整烙上40分钟 从揉面开始一张饼做下来 足足得花上45个小时 9分钟了 而烙好的葱油饼外皮酥香 夹着葱末的内层层次分明 入口软嫩带着面香 所以虽然一张要价800元 还是有不少老客人就爱这一味 我还没吃过这么好味道的一个葱油饼 它除了有面香之外 它的葱香是非常的十足 一点那个油腻感都没有 这是这个葱油饼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 而这葱油饼的好滋味 就连少帅张学良生前 也对他难以忘情 家里聚餐 聚餐嘛 后来做好事 他要带一些菜 带一些葱油饼回去 我是坚持不骂给他 为什么 我是讲究品质 因为怎么 你在我这边吃的品质 跟你带回去吃你的品质 那几乎差很多 不只讲究品质 就连菜色也很费心思 但是这道北京特色小点炸三角 这是店里才吃得到的独门美味 在捏成三角形的面皮里 包入炒熟的猪肉馅 香菜和蒟蒻 炸到外皮金黄酥香 切开来鲜甜的肉汁流了出来 一口咬下 混合着菜香肉香的内馅 在嘴里散发出浓浓香气 我们师傅啊 有时候他讲 小心小心 还是会被你骂 我自己的个性是这样 东西不做不讲 要做就得要把它做好 一年多前 原本已经退休的老爹 因为和儿女经营理念上的差弃 所以让他决定重回餐厅 尽管外人眼中 该是享清福的年纪 但老爹说自己在这北方菜馆里 找到舞台 所以也坚持 只要有他在 这老味道就不能走掉